好,接下来算个人七颗成绩的平均 我们开万一档 我们上一节课呢 已经把总分的部分呢,算完了 算平均 平均的算法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用总分 总分是这里有七颗 七颗呢 把它加总 那平均的话呢 就是用总分来 除以七 总分来除以七 所以这个分数呢,是总分除以七,但是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好,我们 用 这个公式,我们先取消掉好了 我们来用一个 等于 总分这里 来除以七 答案是一样的 但这边会出现问题 假设 他某个科目缺考了 缺考的话呢 他的 成绩 平均应该怎么算 要除以七还是除以六 因为他这一颗 文数没有 有 那遇到这种情景的话呢 我会建议 我们不要用除以七的方式 我们用 函数 好,那函数呢 怎么算 我们这边一样恢复成了原来的成绩好了 好 函数怎么算 我们下一个来做例子 函数 我们点到 函数 精灵 这边一样 找到 找到数学 好 数学呢 平均 而且他这边找不到呢 他应该会在统计 那 移到统计 好 这个字就是平均 好,下一步 我们这个方式跟前面的计算总和呢很像 这边是点准换围 所以这个人呢 分数是从 C4到I4 所以呢 你可以写C4到I4在这边 或者你用拖曳的方式 C4拖曳到I4 好 这边正确的按确定 这样平均就有了 我们继续把其他做完了 就利用Tamen空点来完成 好,这样成绩的平均 已经做完了 我们还是建议一下 用函数 绘